那這個包包 那這個包包叫做Resener 那這個包包叫做Resener 所以如果你想要買跟我同樣的包包的話 你就去查Resener就可以找到 那我們今天就來好好的開箱 跟大家做分享說這個包包的材質 然後它的使用情境 裡面到底可以裝什麼東西 然後它的隔層數據之類的 反正我們就來好好跟大家分享這個神奇的包包喔 那Gastanuga 那Gastanuga他們還是一樣堅持著他們的環保材質 所以它的外盒也是使用永續森林的紙材來包裝 然後就是reduce reuse recycle 那我們就來拆開 看看這到底怎麼把它拆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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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怎麼裡面馬上就有四五膠袋 然後你想說,哇塞,怎麼馬上裡面就有塑膠袋 那這個塑膠袋也是百分之百可以生物分解的塑膠袋 應該是也算環保吧,我也不知道 你們想說,我們馬上打開就裡面就是塑膠袋 那它上面是寫說可以百分之百生物分解的塑膠袋 嗯? 嗯? 嘿嘿 這就是我們的包包的外觀啦 這是我們的包包本體啦 我還蠻喜歡這個顏色 有點像是大理石紋路的神奇的顏色 外面的材質看起來是防水的布料 那為什麼我會選這個包包呢 因為我看網路上它看起來是功能非常非常多 它的格層看起來也是非常非常多 你看左邊右邊都有這種拉鍊的格層 那裡面我們待會來看看 然後重點是它的這個背包前面還有胸前的 就是胸前有一個扣的裝置啦 就是讓你背起來比較不會太累 因為如果你背很重很重的東西 然後那為什麼我會選這個包包呢 因為我 那為什麼我會選這個包包呢 因為我發現 那為什麼我會選這個 那為什麼我會選這一款包包呢 因為其實它看起來 網路上看起來 隔層非常非常多 然後是你看左邊右邊都有 然後裡面還有很多很多的隔層 我們待會來看看 然後重點是它還有這個 胸前的固定裝置 就是你可以固定在你的胸前 因為你有時候攝影器材很重啊 那如果沒有胸前這個輔助的扣的裝置的話 那真的是背起來會非常非常累 所以我就找一個有這個前面的綁帶啊 這個扣的裝置 就讓你背起來 如果背真的很重很重 可能電腦啊 然後又加水壺啊 又加什麼東西 行動電源啊 然後讓你背包很重的話 這個應該會還蠻舒服的 我也不知道 好 那這個背包裡面還有 那這個背包裡面還有 這個背包裡面還有 這個背包裡面還有 電腦隔層 這個背包裡面還有一個電腦隔層 可以放到最大16寸的筆電 那這背包裡面有電腦隔層 就是最大可以放到16寸的筆電 它寫出環保材質 嗯 是整個背包都是環保材質嗎 所以我把它放到圖裡 它就會被分解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 然後它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寫出L型拉鍊 這是什麼特色 什麼叫L型拉鍊 嗯 對腳轉丟 shape 你遞那種某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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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褪 然後我們先來看看拉鍊是什麼品牌的拉鍊呢 它上面是寫說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拉鍊 L型拉鍊 沒關係我們就看看這個拉鍊到底好不好拉 OK是還蠻滑順的啦 就是非常容易輕輕鬆鬆就可以這樣子拉起來 完全不會卡的拉鍊 那這個拉鍊它上面是寫SBS 不知道是什麼牌子的拉鍊 但拉起來是還不錯 雖然不是YKK拉鍊 那可能SBS也是名牌吧 我也不知道 因為你看拉起來真的是非常滑順 那左邊右邊 那左邊 各有一個拉鍊隔層 左邊右邊各有一個拉鍊的隔層 那左邊右邊 各有 左邊右邊各有一個拉鍊的隔層 然後外面還有會一個 有點 術口袋的設計 你可以放兩個水壺之類的 或是一個飲料之類的 磅子之類的 鈴鐺 把水壺放在這裡 放下 鋪上來